1909年的时候 克里斯就跟我说 出了一个新游戏 跟我说很好玩 最开始玩 就觉得英雄人民特别好玩 而且他还有 让我打职业的希望 就是电子经济 我又没念什么书 对吧 所以有机会打职业同时 这又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游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从小就想成为职业选手 有着极高游戏天赋的WIDE 在职同道合的好友的建议下 卖下了一张不可预知的 飞往飞进的机装 已无法顾地开启了自己的职业手 故事像极了党具的经验 不错 但显示随便永远流浪了老大 身无疯的爱 经历了成绩无加 备战队无心人 被粉丝制定 直到辗转到了黄金 才算是长城开启 属于他的职业手 橙羽 就开始在智业 我们开始在智业 凰了 磨昆 弃 Ryogunny 我们将军队进入大军 对SK Telecom T1 恭喜黄波 恭喜黄波 进军军赛 Wyton赢了一场比赛以后 刚才看他的样子 其实很淡定 他和第一盘的淡定完全不一样 现在已经整个人变灰了 他应该在哭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 回来 赢起他们 并不是对英雄的呵护 内战无敌 反正在电力 抵上第一眼 第一名解释 人们只可见他们的样子 他不见他们的独立 严格上的伴侣 让职业师傅他们 走一遍评测外 选择推移 推移后的外景 因每一对英雄连达的 推移人 选择成为了一位平台的主播 独特的风格 和职业选手高潮的技术 让他迅速积极的一大批 推移 一年以后 当外的再次出现在 新闻谷跳的时候 已经从一名 前英雄联盟 知名职业选手 便成为一位 人气爆放的游戏主播 新闻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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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的真是非将在 不叫无马度不散 现在 他迷过 出租车 出租车 到处回到王的王座 现在 各位观众 全体起立 全部人给我站起来 神明啊 卢本伟 准备就是 从现在开始 这里叫做卢本伟广场 神明 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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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溜 with 英雄 连兰 以前 给阿姨倒杯茶好吧 给阿姨给你倒一杯cappuccino 给阿姨倒一杯cappuccino 开始你的炸弹秀 炸他炸他 漂亮 17张牌 你能秒我 你能秒杀我 你今天能17张牌 把卢鹏尾秒了 我当场就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 我是谁 我是一带独怪 独身周润发的徒弟 独怪独鹏尾 麻烦全屏扣料